台湾的早餐还是蓬勃的花展 我认为市场还是会继续花展 您说的8000家 我还认为还不够 因为便利商店就有1万多家 那对便利商店来讲 他还在争早餐的市场 可是别忘了 巷子口一个现场制作 热腾腾的又有服务的 又有客情 客情就像好朋友一样的早餐店 这个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 便利商店绝对是一个最大的对手 可是便利商店它是 它是这种 这种所谓的鲜石工厂 做出来冷冰冰的 你微波一下 那不好吃吧 那不好吃吧 我的煎蛋要几分熟 你绝对做不出来 我绝对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要这个加那个不加 通通没有 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台湾早餐市场的发展 但是因为消费者的意识抬头 所以各品牌的努力度可能要加强 总部跟加盟商的关系 其实都是一个销售原物料的伙伴关系 那么它是有提供品牌使用 但是没有收取品牌年度的使用费 并没有的 这个就是现在台湾早餐店 一些品牌能不能存活的分水龄 我一直认为这个绝对是分水龄 我最近拜访了 很努力的拜访五百家加盟店 五百家加盟店 绝对不是几个月可以跑完的 那我没跟他传达这些理念 那么台湾的早餐月 绝大部分的总部 只是开店了以后就不太理了 因为后面的工作 管理工作是千头万续 所以他们也放任他们去外面 自己采购材料 那么有几个总部 我们也不好讲有几个总部 好那是非常 在这方面非常努力 一定要用品牌 一定要用总部的食材 因为总部的食材 才能够让消费者 不会有任何争端 而且安心的 有些总部在事件发生的时候 是讲 那个食材不是我提供的 其实品牌是总部的 怎么可能会放任加盟店 去外面购买 非法 而且可能有毒的食材 然后推脱 跟我没关系 你若往前回溯 这一两年 发生的食安事件 看总部怎么回答 是有这样总部说 那个跟我没关系 那个是他买外面的 我对我也曾经 曾经疑惑 非常的疑惑过 以我这个年纪 我在八九年前 我开始开第二品牌 我就花式 我就立志花式 没有所谓外购食材 这一块的事情 加盟店怎么会有外购食材 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到我们参考 先进国家 美国 日本 哪有外购食材 这件事情 他们听不懂 什么叫做外购食材 OK 所以我在八九年前 我开始发展 我第二品牌 我就朝这方面的努力 那么确实 加盟商 有些加盟商 完全能接受 而且他们获利程度 而且甚至食材 没有任何哪一件食材 是属于外面买到的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我想本来经营品牌 经营总部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两 去年开始 去年底开始 我又重新的定义 我的品牌 拉雅汉堡 我未来要怎么发展 我甚至喊出口号 我十年要再增加一千家店 要再增加一千家店 那么我做哪 做了很多的努力 因为食材的 食安食材的问题 让我受很大的冲击 您可以注意看 这几年来 从有食安发生过到现在 拉雅只有一件事情 没有做到 被爆发了 所有品牌 包括日系品牌 美国品牌 在台湾的品牌 都发生食安问题 生邦的品牌 没有哪一件 没有一件上升 只是我们在中和的一个加盟商 他们外面买到 有 有药物残留的蛋 当天对我的冲击是 海外的 其他品牌的加盟商 中国的 马来西亚 立刻 那个是几十分钟以后 因为台湾的很多新闻 是跟海外同步 马上就打电话 总部怎么了 总部怎么了 因为我对食材 这一块的是 我说 我非常的坚持 我非常的坚持 我用最好的食材 我的食材甚至比 我的食材甚至比 外商的品牌还好 这是我一直自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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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